好我們再來關心陳時中最近真的是爭議連環報 似乎做什麼錯什麼 他一連串的動作看起來好像都適得其反 不免也令人聯想到說過去柯文哲說的一句話 他說陳時中仇恨值很高 這似乎有反應在聲量數字上 首先我們帶您來看到的就是網路聲量圖了 雖然陳時中他是位居第一名 但是待會我們要帶您仔細來看 我們先來看排名陳中第一 蔣萬安第二 黃珊珊第三 但是聲量是有正有反有好有快 我們就仔細來看 其中聲量最高的陳時中 他的正面比例只有13% 但是負面一路就這樣子拉高到了42% 蔣萬安跟黃珊珊分別是39跟35 都是有一段差距的 那究竟影響網友討厭陳時中的關鍵是什麼 我們就來看到了 光是這幾天陳中就先是捲入了黨疫苗風波 那再來就是熱騰騰的 滷肉飯盜圖事件 被眼尖的網友發現說 陳時中團隊的小編好像公然 但用這個美食部落客的照片為己用 儘管後來小編跟陳中都有出面道歉 坦誠說是誤用 但似乎是交不起網友的怒火 甚至大嗆陳時中說是盜圖仔 而要說到爭議的話 就不能不談到的沸沸揚揚的公測影片了 當時就是這個影片 這個偷窺的畫面 當時陳中被各界輿論炮轟是把騷擾當有趣 把偷窺當創意 根本是在受害者的身上再次的撒鹽 而這種種的爭議 其實也讓對手搶當艷律盟主 我們就來看到了 光是黨疫苗事件 當時黃珊珊跟蔣文安都像撿到大炮 黃珊珊就直接酸了她說什麼 透過圖卡帶您來看 她說政府如果只是謀財那就算了 但是害到人命的話就是不可原諒的 儘管呢 後來陳時中有氣氛反問說 我是瘋子嗎 為什麼倒 但這時候講完也是出來狠狠捕刀 他說陳時中不是瘋子 但原名也不是傻子 接著是道徒事件 黃珊珊不客氣的說 那陳時中連一點小事都做不好 怎麼樣相信他說 未來可以管一個市府呢 但句句的抨擊力道 其實都是不在話下的 如今好像只要陳時中一犯錯的話 藍白都集中炮火猛攻 就是要營造一種討厭陳時中的氛圍 讓他直接坐上了仇恨職盟主的寶座 有網友說觀察形容啦 說這個陳時中最近的表現 很像2014年的連勝文 或者是2020年的韓國瑜 做什麼都會惹出爭議 只要一出包就會被虛報 尤其是按照過去的經驗來看 其實北市選戰 只要是遇上撒卡都的時候 確實往往都會出現所謂的氣寶 像是2018年的時候 國民黨盯手中就一些微的票數 輸給尋求連任的柯文哲 當時被認為說是綠營的選民 放棄了候選人姚文智 轉而支持柯文哲的結果 那現在我們就要來討論了 究竟這一股仇恨值會不會直續呢 其實也是否成為這次動搖北市的關鍵 後續值得高度關注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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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